欢迎收看控盘16世的每日观念分享影片 我是陈俊远分析师Jerry 好的台北股市在这个礼拜开始出现重挫 而且就是说航行在我们开盘之前 大家都看到一些不好的讯息 国际油价或者是美国股市那一边又暴跌 那这边来讲的话我相信现在大家心里面都很恐慌 然后觉得老师这边来讲的话外资卖超现在又破前低了 前低又破了年限今天连手都没有手对不对 一根的长黑棒掉下来而且还带量 爆量长黑又出现了而且还带跳空 好建议来讲的话Joy老师会慢慢的跟大家来带到一些观念 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Joy老师在录影之前就有朋友留言 就是说老师那个国际油价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跟空头没有关系吗什么的 这边来讲的话就好是先提醒一下大家 我上个礼拜的节目有提醒大家说 美国股市暴涨暴跌一下子暴涨七八百点或是上千点 一下子暴跌七八百点甚至什么最近来讲的幅度有比过往还要大一点 但是过往来讲的话暴涨暴跌那个未接那个他的股市的时间点来讲的话 就好是上个礼拜我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蔡英文总统第一次当选 我民选总统那个时间点对不对 同样的在那个国际油价一路向下杀破底 前一次比跟现在一样严重甚至还有什么大陆当时候还有熔断开盘 开盘15分钟等于收盘熔断这样子跌幅过大 当然这一次今天来讲发生在美国那边对不对 我提醒大家熔断国际油价破底跟现在的行情 今天盘前大家所看到那个状况差不多的是在2016年年初 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一个2016年总统大选投票之前 当时候是元旦过后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跟大家留意一下 你回去看一下台北股市那个时间点 那我不是告诉大家现在是底部 而是我告诉大家说现在这样子的行情 这样子你大家所眼前所看到那些迹象 前一次发生聚集在一起密集出现的那个时间点 是在2016年元旦过后那个时候 大家会去看一下日线读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目的提醒大家什么 不要把这些迹象然后绵密的串联起来 就认定行情已经进入空头了 好吧这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因为大家那个新闻话题那些流传 大家都没有想到过去同样这些话题密集出现的时候 新闻密集报导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北股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好不好现在来讲的话 我都已经聊到了 我不会让大家变成健忘的散户 那我也不会让大家 大家去那个随着行情 你看我的节目我不会让你的思维随着心无话题 或是市场的氛围而走 好那切进来画面喔 今天来讲我看跳空藏黑棒 然后还带量破前低嘛 就老师我相信这一边来讲的话 上个礼拜我已经先谈到了 行情这一边上礼拜的节目这个画面 我已经看跟大家来聊到了 那个上个礼拜有一个关键 上个礼拜五外资我已经告诉大家外资表 它是上礼拜五嘛对不对 那那个盘态已经什么 暗示说外资瞄准的是前波的低点嘛 那节目上面我已经告诉大家 就打叉叉前波第一点灌破 然后后面来讲的话 就是外资这个礼拜五表态他要干的事情嘛 那后面来讲我告诉大家说 接下来你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要干嘛 反思你不要紧张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两大作手思考是什么 好我把那个地方前低测试破了 好我看你政府作手这边怎么来护 现在两大作手还是维持这种状态喔 那当然啦这边来讲的话 上个礼拜五盘后解盘文 我第一时间在那个脸书社团聊股市 聊生态聊观念的社团写得非常清楚 本周低点11049外资在布局暗示之后 后续有机会将什么 用一个测试的机会遭到市场卖压的试探 然后甚至有些刻意跌破之后 再轮由官方抢救 现在今天已经灌破了 现在来讲大家要思考盘中就明天开始 现在这边来讲大家可能又叮咚了美国期货盘 晚上的美国股市 但我提醒大家不管你看到什么画面了 不管看到行情怎么走 明天开盘之后官方作手怎么救 或者是说这一边他控盘的手法 怎么来这一边做一个护盘 是你现在要思考的事情好不好 跟趋势翻空没有关系好不好 那我也不是告诉大家官方一定救得起来 而是我要告诉大家你要聪明的去思考 市场有两大作手的存在 给我一个全画面 所以你现在来讲要思考的是什么 两大作手怎么样来维持这个平衡 好我现在来讲的话 我的国家外资这边就已经 发生了一些事情嘛 那这边他必须要释放压力 好我政府的作手来讲的话 这是我国家的股数 我这一边来讲的话我就是什么 要让他不要崩盘 不要造成我国民的一个恐慌 因为现在来讲 大家还是每天都看得到疫情嘛 所以两大作手各自有各自的盘算 你如果是专业聪明的投资人 你应该去思考 如果我是作手来讲的话 我应该怎么来去做这个盘 去控这个盘 懂我意思 好前进的画面 好像上个礼拜我来讲盘中的节 那个我在节目上面就讲得非常清楚 那盘中一定是我们控盘16师的学员才会知道的 盘中学员的全线影片才会看得到 很明白的就是一个布局盘态 他就是瞄准了 前波的低点 那你今天来讲的话看到 哇那瞄准之后 哇他还继续卖耶 今天来讲我相信 大家盘后都google的到 新闻都告诉大家了500多亿 一天卖个545亿 史上第三大 哇外资卖第三多的一天 那你会发现哦 怎么来解读 最好事情提醒大家 上个礼拜的节目你如果看 礼拜五的节目你如果看 我特别去强调不要拿着表面的 一个买卖超的数字 就认定他是做手的心态 那这边来讲的话我也告诉大家 今天外资卖超了500多亿 史上第三大的卖超 日线图摊开你也看到 暴跌了齁 中错了300多点齁 我那个不是开玩笑 300多点344点齁 好啊那个有带 带量还那个跳空 那我还是告诉你 连续325天 不是空方式 好不好 丘老师讲的非常明白 这一面如果台北股市真的趋势 已经进入空头 我会告诉你 因为他有他的条件 那现在还没到 我已经上个礼拜前我已经思考了 这个前波的低点 上个礼拜的低点 人家礼拜五外资表态 本来就是要灌破他 本来就是瞄准他了 那你现在要思考就是官方作手怎么来抢救 所以两大作手这一边 还是在洗筹码 好不好 还是在洗筹码 没有改变 从2月份到现在 到今天 没有改变 你表面上看到的涨 外资的买超洗 表面上你看到跌 外资的卖超洗 好不好 所以我这边不跟你谈说 啊那个1月30号起始缺口 那个中间有一个什么 逃逸缺口 今天这个刚好什么 捷径缺口 我不解这个大众化技术分析了 我相信你那个随便切一下电视节目 一些股市现场还是什么的 大部分都会跟你聊这个东西 那是大众化技术分析 我这边不谈的 所以我只告诉大家 表面的涨跌不代表作手的趋势 那个心态好不好 那眼前这一边 朱老师也一直聊到 行情大格局来讲 多方式有多方式的条件 空方式有空方式的条件 眼前就是处在多空交替 没有改变 这个我在上个礼拜的节目里面 我讲的非常清楚了 眼前不会因为今天这个带量的跳空 重挫破低的长黑棒 就告诉你行情进入空头 没有还没到 源自于眼前这一边 我们空盘16式的资金换手线 资金换手线的排列 眼前这一边你如果看得懂 这是我们学员一定看得懂 只要是上过课来讲我非常强调这个东西 很多人就是因为 让你的眼睛目光直觉所想的 然后就锁定在那个表面的那个假象 所以这边来我告诉大家 眼前这一边它并不是空头格局 你看到长黑棒 但是对于资金换手线而言 它不是空方换手 眼前这一边来讲 你只要有加入我们那个小苗 这个QR Code加入就好是Telegram Telegram的那个频道来讲的话 今天我盘中就已经特别把这张图 也就是这张图来讲是我们盘中 学员权限影片里面的一个画面 是同位换手的排列 所以今天来讲其实你如果看得懂 今天换手线来讲的话 那其实跟进入空方式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有一聊到加权指数的重要性 不管你是操作个股还是齐全 第一个只要跟台北股市有关 一定要看得懂大盘 因为你手中持股来讲的话 你看不懂大盘指数你会乱杀乱砍 上个礼拜行情在涨的时候 你如果以为那个叫多头 以为那个低点确认 以为这边Safe行情不会再跌了 那你在盘中就做一大堆股票 最近来讲这几天下来你一定套的 这个都骗不了人 大家有眼睛你自己在盘中 你都会有感觉 你只要看盘来讲的话 你自己都有感觉 上个礼拜三连红 你看不懂大盘的我已经告诉你了 外资翻买非翻多 那不是外资的心态 我已经告诉你外资表它是礼拜五 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件事情 包括在控盘16世下面来讲的话 背后的资金作价暗示 你如果看得懂 这本实战篇就已经把上个礼拜 外资买最多的那一天的背后的作价暗示 而且完完全贴近 完完全贴着现在日线图的发展 三天完之后高点拉回 但你一个最重要的 这本课本的实战篇的暗示来讲的话 也只有控盘16世的学员 很多投资人他可能股市里面中期一生 他不会去解大盘 他不会去看大盘 更不用谈 每一天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的 那个大盘的走势图 那所谓走势图是什么 盘中走的那个过程 好不好 所以最重要的是秘密藏在走的过程 也是所谓的盘态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你怎么来看这个爆量的 带量的跳空长黑 源自于什么 今天三盘排列2.D的盘法 我相信这个2.D的盘法最重要的是什么 带出来变盘线的位置 今天来讲很关键 因为变盘线的位置在这一边 行情怎么样 开低之后连拉都没有拉 没有拉过这个变盘线来讲的话 今天是什么 完全官方没有主控的意图 完全就是放给外资来做一个 释放卖压的动作 所以你要看得懂 今天这个盘 表面的重挫300多点 外资的卖超 第一个 一大早这个盘 他已经告诉你 官方今天来讲的话 政府做手今天是直接 让他释放卖压的 所以他是保留一手的 他不是在今天 哇就不成 抢就不成 他是先保留一手的 你看得懂 光是这一条变盘线 你如果知道 在这一边行情开出2.D 这个盘法这一边 在这个行情这个格局来讲 你如果知道 看得出来这个动作 这个意义在哪边的话 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 释放卖压 让他先释放卖压 留了一手 我相信这个变盘线的位置 你在三秒钟的时间 这个三秒钟的时间 你如果知道 怎么去运用 这个基础篇的观念 今天来讲的话 Telegram这一边 也是直接告诉你 没上变盘线 任何拉抬 皆假象 我相信今天来讲的话 大家都会知道 就好是在今天正式的 在12点半 中午12点半开放 就是Telegram 一对一的私讯这样子 那当然是新朋友来讲 我给你上个月 你没有看上个月的 教学影片的朋友来讲的话 观念影片的朋友来讲 我给 这边来讲的话 今天Telegram 开放你来索取 那 那个旧的朋友来讲 上个月有看过 2月份的影片来讲 我给你什么 三盘排列分辨强弱的 那个教学的影片 而且那个是什么 完完整整是 我们这一本基础篇 基础篇课本 随书的教学 教学影片的第二单元 那个怎么去区分 强弱的教学 所以这一边来讲的话 就是因为这个机会 刚好也是有朋友 那个网友 索取影片的同时 问一下九老师 今天 他操作齐全 被这个骗了 尾盘掉下来 老师怎么办 所以看盘的基本功很重要 今天来讲的话 你如果知道2.d 这个盘法的特色惯性 很多人就是他不懂 然后变盘线的位置 不晓得怎么抓 做齐全很容易被这个 骗进去 然后尾盘被杀 今天盘中就扎扎实实的 一位朋友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我一直聊到 你不管是操作个股 还是齐全 尤其是操作齐全的朋友来讲 你盘中反应是最快的 你看不懂大盘 真的很吃亏 今天来讲的话 变盘线的位置 你抓出来 没有拉过去 一切盘中的拉抬 不管他急拉涨几点 或者是那个技术指标 盘中技术指标怎么变化 或那个急拉有没有带亮 都是假的 假象 这个是在2.d盘法来讲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这个图大家来看 今天的走势图 这样子开低之后拉起来 掉下来 又一个拉抬 完之后震荡之后往下掉 跟这个图是不是长一模一样 开低之后拉起来往下掉 然后做一个假象 做一个假象给你 骗完之后尾盘掉下来 是不是很一模一样的走法 一个模式 一个模式刻出来的 这个是什么 我们2.d盘在这个控盘16是这一本 基础篇课程 这一本课本里面 13页14页里面就告诉你 2.d你如果知道它的那个盘法 怎么去判断 它走出来的基本的走法 标准的基础的盘它的变化 你如果知道 你就知道今天爆量 带亮跳空长黑 可是它走的是什么 基础盘 基础盘 所以有没有实质真的空头的意义 我跟你讲 没有 因为它只是个基础盘 没有沙多 关键就在这个 变盘线的位置 没有拉上去 这个本来就是假象 掉下来它本来就是一个基础盘的走法 基础盘的走法 里面这一张图第二张图 所以今天的盘 没有什么任何什么 背后隐藏什么含义 没有很简单一个盘 所以你不要被表面那个卖超的数字 或表面的跌幅给骗了 所以怎么去解行情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来给我一个全画面 我一直聊到 不要让你的肉眼所见直觉作响 给牵着走 没有 因为股市里面 金融市场里面来讲的话 很多人喜欢眼见为品 在眼见为品 这么多年下来 你没发现这个骗局吗 很多人喜欢在网路上 你对账单多好 我这边对账单多好 那边那个会员来讲 对账单怎么样跟什么样子的 你有没有想到过 它让你眼见为品了 这么多年下来 你多少眼见为品 现代的你有没有跟以前不一样 没有 你经过那么多年 你还是在网路上面找对账单 你有没有改变 甚至我告诉你 对账单 报酬率 那是地下金融业者的洗法 好好思考一下 这么多年来 找对账单的 你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了 好 回到我们画面 与其那样子 你不如提升你自己的能力 真正自己看得懂行情来讲的话 今天2点低盘法 我就已经告诉你了 标准盘怎么区分 不是标准盘的走法 小心它背后才有一个出老千的机会 今天没有出老千的机会 今天只是个标准盘基础盘而已 完全没有什么出老千不出老千的 表面那个很恐怖的数字来讲的话 根本只是个表象 所以我告诉大家 今天从节目一开始 我已经提醒大家 大家在新闻画面所看到的那一些 我已经告诉大家 前一次秘籍出现是什么时候了 上个月 你有报名拿权限看影片的朋友来讲的话 上个月的权限的影片来讲 我已经告诉你 标准盘态基础的走法 你如果先掌握住 后面来讲的话 做手出老千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时间点在什么地方 他有他的惯性的 今天我已经告诉你 他就标准的走法 基础的走法 连个出老千 他连出老千都没有啊 好不好 所以这边来讲我告诉大家 你真实看得懂大盘指数 今天这个2.d盘来讲的话 他有六大种类的变化 但今天来讲 完完全全就只是一个很标准的走法 其他的 你知道他出老千的状况 那个手法是什么 盘中的变化是什么 他才有什么 真实才会有什么 其他的资金座驾的含义 甚至有进一步布局的暗示 今天没有布局暗示 外资的布局在上个礼拜 所以今天的盘是上个礼拜五布局所完成 他只是去完成他上个礼拜五的布局而已 所以你看得懂2.d盘来讲的话 大家都记得 上个月有一个2d片线 有一个片线 开低之后片线 那个时候也是美国股市暴跌啊 所以你要知道 光是一条的变盘线 有过你就会知道 什么样的变化 没过就是怎么样 像今天这个标准盘 所以你要知道说行情这一边来讲 看盘他不是从头盯到尾 盲目一直看那个表面的涨跌 很多人在股市里面不管是股票也好 不管是齐全也好 你就是一直盯着那个价位的涨跌跳动 所以你一直才会掉进陷阱里面 我相信上个礼拜三连红那个时候 红金来讲也是有几位网友 一样也是有那种爆破碳单的 破碳多单的被杀下来 那你现在怎么解决 你就是因为那个表面的涨跌 拉起来连涨三天起来 很多人就是那个收复半年线 上个礼拜那个时候 最后一根红棒收复半年线 站上去很多人以为翻多了 结果两天而已你就让你拜拜了 做齐全的朋友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齐全是不是反应非常快 你如果掉进陷阱 你可能两天三天就让你的资金 蒸发掉了 甚至你如果看不懂做手控盘来讲的话 两天三天你押重金 你可能你的辛苦钱积蓄都没了 所以这三盘的时段是不是很重要 每一个时段来讲的话 你要能够懂得抓住做手惯性是什么 真的要出老千他会在尾盘 那标准盘的走势来讲 怎么走早盘你就要懂得去分辨了 所以上个月来讲 2月份的那个全信影片来讲的话 你如果到现在还没有看的朋友来讲的话 一样Telegram这一边私讯今天私讯对话 今天的中午12点半已经开启了 欢迎你来找就老师索取 第一点你愿意索取就代表什么 你愿意去看如何来去分辨做手控盘 你愿意去看就代表什么 你想要去脱离过去那种被资金做手骗 被资金做手的陷阱给诱惑到跳进去 因为上个礼拜三年红那个是最直接的陷阱 你如果有看的话就好是一路在YouTube这一边 公开的节目的影片我就告诉你 翻买非凡多外资的心态礼拜五见真章 上礼拜三年我告诉你那是假的 我节目上我直接告诉你外资买超对不对 假的 真的是在礼拜五真实真章是在礼拜五 我节目讲得非常清楚 那礼拜五布局我已经告诉你 他是秒准上个礼拜第一点前破第一点 那就是灌破之后他就是什么 我们明天开始就是看什么 官方作手怎么来互盘 怎么来旧盘而已 所以你要具备这些观念 你想要充实你这些观念的朋友来讲的话 扫描这个QR Code 那一个今天的中午12点半已经开启私讯对话 你想要看上个月的观念影片怎么去分三盘时段 它的概念是什么 基础盘是什么 标准盘是什么 资金座驾盘是什么 资金座驾盘是什么 我有告诉你 里面我有提到 政府座手在座驾在互盘 他会常用的走势是什么 当你看到长红棒真实是资金座手做 政府座手在互盘的 你自然会心里有数 好不好 那这边来讲我相信空盘16是三本课本 基础篇实战篇进阶篇来讲的话 只要是学员都知道 这个课本里面我常有暗梗 甚至就是说所有盘态来讲的话 我都另外在集结一本的整理 里面来讲的话针对随书的影片里面 教学影片里面这个你可以放着一辈子 因为做手空盘的手法就暗藏在这里面而已 你只要学习懂得怎么去运用来讲 就好是每一天盘中跟现在晚上的学员影片来讲 都是锁权限 你只要是学员来讲 你都有权限可以看 最重要观念是什么 你只要愿意学习 这个是你一辈子可以放在脑袋里面的 这是别人拿不走的 你学的是你在股市里面一技之长 而不是那个短暂只有说我去跟单 一下子输了就不见了 这一些东西来讲是一辈子 生殖在你脑袋里面的那个观念跟能力 所以这边来讲我欢迎就是说这一边 只要你是学习型的投资人 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加上跟进我们的行列 因为最近来讲我相信今天的行业 今天来讲开放Telegram这一边一对一的私讯来讲的话 让几个网友来讲跟教老师的聊 互动来讲我得到蛮多的 就是很多人都死在这一个 上个礼拜三连红的第三根红棒 因为他第三根红棒是带跳空的 然后站上半年线的 可是你会发现假的嘛 所以你第一时间你如果知道 他根本就加全指数走的过程 表面跳空长红结果呢 假的非攻击盘弹 他不是真的攻击啊 你从这个加全指数的变化 三盘排列的暗示 包括他真的攻击盘弹 他不是在这一边来做变化的 你有关键交换你就知道 这根本不是攻击盘 你自然而然就知道 不管他涨多少 跳空 我相信你一般的表面的技术分析来讲 大众化技术分析一定会被骗 很多人就是死在这一边被骗 然后就 那当然那个中午跟 蛮遗憾的听到这样的讯息 也就是说 两位的网友来讲的话 网友来讲的话就是被这个骗 然后多单被套住 然后掉下来 那当然有一位已经摊平 然后这边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有一位问局老师说这边到底该怎么处理 我说我说这边来讲我提醒你 眼前这种格局来讲 你操作齐全的你如果乱压 你如果还没有发现你乱压你的资金 很容易会挂掉 因为你发现从这一根的爆量长黑棒 1月30号这边下来来讲的话 多单空单全部都挂 压多的挂 压空的也挂 因为你一定是一般的投资人 已经看到那个什么 红棒涨起来外资买超好 我进去做多 可是后面来讲的话 只要没走掉没有立刻走掉 一般你会做一个破断单 然后面都想要是一两百点三四百点五六百点七八百点的 这是做齐全的朋友来讲 我会苦劝你 先看得懂大盘的格局 然后分辨就是说行情这个表面的K棒表面的涨跌 它背后有没有做手出老千的含义 如果有的话你就让你自己的资金来讲的话 有时候在这种格局里面你胡乱去压部位的真的 那个真的很快就会毕业离开市场 好不好这是针对齐全的朋友 因为今天来讲的话盘中开放对话 就有做齐全的朋友来跟我问到这些问题 不外乎的都是被上个礼拜的这三个红棒 外资表面的买超给骗了 你抱进去才看到外资要反手杀 你没有想到这个三个红棒不代表外资心态 真实的表态是在这一根黑棒 就这个观念而已啊 就这个观念而已啊 你那个当下那个时候你那种分辨嘛 这最重要的 所以那个3月4号这个还有这个 那个开低走高拉起来 那一天也是美国股市暴跌嘛 暴跌千点再次出来嘛 可是拉起来嘛 而你发现外资买超 很多人就被这两天骗了 给我全画面了 所以观念是不是很重要 观念很重要啊 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把它厘清来讲的话 你做齐全输更快 当然做个股来讲的话 你很容易用条成左 因为该买的时候你不敢买 当你已经跑进去买的时候 哇人家转向了 那个跟大格局有关 因为大格局只要不是真的是在多方式 不是真的在多头来讲的话 你随便乱买一定会被套 所以就好是已经从二月份包含了三月份上个礼拜 我就不断不断的强调 我在这一边不会叫你买了一堆的股票 我这一边没有建议你说这一边来讲应该要进去买股票 我反而一直提醒你 你如果 你如果 对控盘水柔室大盘的课程有兴趣来讲的话 如何去看自己做手控盘的意图有兴趣来讲的话 二月份跟这个月三月份是你最后的机会 因为下个月四月份 下个月 我等于说我一直不断在暗示你 真的可以买股票去考虑买股票 找股票来买的是下个月四月 你有没有发现两个月了 一个月 现在三月份第二个礼拜而已 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已 一个多月了 我不断在呼吁这件事情 暗示你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 切切的画面 上个礼拜我相信你只要有看节目的朋友来讲的话 你都会看到我给你的这几句话 包含了今天表面一个爆量的那个带量的跳空长黑棒 真的是代表外资空投吗 表面的外资大卖545亿 真的是外资真的是认定这边是空投吗 我刚刚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告诉你 你如果知道今天是2点低盘法 然后走的是很标准的2点低 等于说我已经告诉你 他表面卖给你看他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 夹带任何的追杀暗示了 那我也告诉你一条均线 不会代表行情的趋势 不会决定行情的趋势 你直接把那个 你有没有看过季线下弯 后面会被拉到翻扬 年线下弯 后面来慢慢慢慢他有时间慢慢翻扬 可是你如果在那个第一时间 人家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下弯或翻扬他一定要做一个转向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一段的整理的时期 所以你那一段整理的事情 你如果没有发现你硬要在那个时期 买了一大堆的部位 不管是齐全也好 或是那个股票也好 后面吃亏的一定是你 因为大家的资金都不像外资 也不像政府基金那么多 所以你在那个整理的时间可能是什么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那你让你自己耗损 尤其做齐全的朋友 你让你自己耗损 在那个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的期间 后面趋势来了 没钱了 输光了 所以这边来讲观念真的很重要 上个礼拜 礼拜三 你表面看到外资买最多的一天 你认为外资翻多 我告诉你 我们看的是他的资金作假暗示 上个礼拜五 盘后我也讲很明白 资金作假暗示出现在礼拜三 所以即便反弹有限行情拉回 也与趋势走空完全无关 上个礼拜五盘后解盘文 而且是怎么样 连续第二天的提醒 等于说我在上个礼拜四的盘后解盘文 就聊到这件事情 我源自于这个资金作假暗示 我现在上个礼拜 礼拜三盘中 TeraGun这一边 里面我也给大家直接抓出来 那个资金作假暗示在我们实战篇 课本里面来讲的话 第85页里面我已经告诉你 非大局走空 他已经暗示 那一个拉尾盘外资作假砸钱拉尾盘 收在最高 他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以他那个是初老千 让你以为这边行情翻多 他心态翻多 让你要大买跳进来 为了套你股票啊 好不好我相信你仔细回想一下 上个礼拜三一直到今天 他是从这一边那个大买 买最多的一天让你以为翻多 你这一天收最高收最高啊 你不管抓差不多齐全还是个股 你一定认为那天是翻多的嘛 给我个全画面 所以你回头想一下 行情我一直聊到 你懂得去回顾一下行情 反思一下自己当初的心态 你自然而然可以发现 其实资金作手 他的控盘是反人性的 那我已经告诉你 那一些的那一些的手法 反人性的手法 他是藏在大盘里面 藏在加权指数里面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人 他是不看大盘的 更不用说他去解大盘 或是去细分 去细看加权指数 今天的行情是怎么走 那过程是什么 做手的暗示就是藏在 许多人不看的地方 当你每一天盘中或是盘后 网路上随便都可以Google的到的 书局都可以买的到的 那就不叫做手的暗示意图了 想得通的人就想得通 切切的画面 做手每一天的 控盘的意图来讲都藏在这四个层面里面 最近一次做件暗示就在上个礼拜三 买最多那一天 最近一次布局暗示就在上个礼拜五 我节目最近讲得明白 上个礼拜五表态嘛 他真实心态表态是那边 所以那个三连红的过程假的 很明白吗 验证了没 盘法组合你看得懂来讲 那个三连红的过程 根本就不是涨势组合排列 当涨给你看 但是不是涨势组合的时候 你要小心那就有陷阱了 之音换手线我今天 那个节目一开场没有多久 我已经给你看了 你看到我之音换手线 你就知道表面卖给你看 不是空头 现在格局没有进入空头 好不好这边来讲的话 尤其是那个二月份以来 那二月底开始 二二八年假过后 应该是二二八年假过后 尤其是上个礼拜 就是有那个一下子红 那一下那个外资翻买 那我告诉你非翻多 做件案是怎么看 有以前的旧同学来讲还给我了 两三年前 三年 两年 有两年前跟两年半 这是最久的 那也有一年左右的 你把那个资金换手线 末段盘你不会判断的 都来找我 这一个月来讲的话 我已经强调过了 最后一个月放福利给大家 下个月开始就是我的助理 来做接洽 跟各位做接洽 所以你如果要上课来讲的话 这个月是最后的福利了 因为投顾工资来讲的话 有助理跟你接洽一定都有 含他的 你的学费里面都含有他的奖金 所以这边呢 我已经暗示得非常清楚了 当然救生回国来讲也是一样 好不好 所以把握住机会 接下来四月份开始来讲的话 慢慢慢慢规划 课程的东西 控盘16师的课程就变成是我 未来VIP等级最高的学 那个会员来讲的话 他会能够享受到的课程的 如果你还在观望的 我只能说缘分缘分 只要是我的学员都会知道 我从来没有想要让控盘16师的学员人数 破几百个人上千个人 没有 因为我聊的是反市场心理 不可能破万的人来成为我学员 我不会让他上千个人来成为我学员 好不好特别去留意一下 那我相信最近来讲的话 大家也在看国安基金要不要互盘 那新闻画面都盘中盘后讲的非常明白 我相信这一边来讲的话 一月份有关注就老师的给大家的讯息 来讲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政府基金从来没退场 政府基金没有退场来讲 你要谈什么国安基金 不要被新闻画面那一些的讯息给洗脑了 就老师早就一直不断的提醒你 看得懂外资的控盘布局是什么 政府官方作手这边怎么来互盘的比较重要 两大作手就像狮子跟野狼 一般的投资人在股市里面生态的食物链最底层 你要当羊群持续被坑杀吗 上个礼拜一下子涨 后面反手给你灌下来杀下来 那个过程你仔细回想一下 尤其是你做股票的朋友 涨给你看结果诱惑你跳进去买一大堆股票 诱惑你这边来讲的话要翻转了 结果呢两天的时间你股票马上套住 要不要脱离这样的命运就看你 这个月把握住最好的是控盘164大盘的课程 下个月开始持续的我们会有个股的学员跟进 这一边来讲的话 个股的学员包括是那一个后面来讲 那个股票的会员来讲的话 绝对是会跟控盘164这一边来讲的话有息息相关 所以把握住大盘的课程 你才会有后面股票的课程 你没有拿到控盘164学员的资格 不好意思股票这一边来讲的话 你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当然啦你如果是那个个股会员的朋友来讲的话 最高等级一定想要控盘164课程的那个优惠 课程的资格 好以上跟大家聊到这一边 我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风险